金马影展开幕片二号晚间在台北首映 这回首度推出了开幕片口述影像版 听着朋友使用耳机就可以一起同步看电影 让很多人表示说非常惊讶 可以跟朋友一起看电影 而且不需要他人在一旁口述 也让电影美学传递到更多族群的心中 金马影展开幕片二号晚间在台北首映 虽然下着雨仍不见影迷热情 这回最特别的是影厅门口摆了这些设备 就是耳机我会帮你挂在脖子上 小心翼翼替视障者戴上耳机 可自行调节音量大小 进到影厅后视障者就能跟非视障观众同步看电影 蛮新的体验 有时间的话都想要体验看看 大众都会来的影厅看 就觉得也蛮惊喜的 然后也蛮开心的 然后我也可以和我朋友一起看 我朋友不需要口述 金马影展自2020年起 与文化部携手推动电影制作口述影像版 声获好评 这回首度推出开幕片口述影像版 能够接触这种大众所关注的主题 对他们来说其实非常重要的 能够在金马的开幕片里面呢 能够手印 然后有口述影像版 其实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一个目想达成的时刻 金马影展开幕片 一家子儿姑姑叫入围13项大奖 开幕片制作口述影像版 导演詹精灵 演员游安选杨丽英 都到场致意 不用额外开设电影场次 市场朋友也能欣赏开幕片 让电影美食传递到更多族群心中 在台北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